大家好,我是邵阳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韩国犯罪片 记得我 Remember me 说的是一个女老师 不但说到伤害的人性故事 好啦,一起来看电影 都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 但是呢,总有一些女孩子 小时候就天生丽质 我们的岁花就是这样 当她还是小岁花的时候 就长得特别招人喜欢 我见幽怜呢 十八九岁的年纪 哪个少女不怀春 小岁花也是一样 她特别喜欢校草大壮 懵懂的年纪 哪懂的什么是喜欢呢 她看中的就是大壮的颜纸贺女人 这天晚上 大壮约翠花到家里喝酒 稀里糊涂 在喝了一瓶回你人生汤之后 导致全身无力瘫软在沙发上 当翠花再次醒来的时候 她悲哀的发现 自己被紧紧的绑在椅子上 面词新山的男神大壮 变成了变态恶魔 还找了几个蒙面侠 一块欺负她 最可恶的是 竟然还拍下了影片 欺负了第一次 第二次还会远吗 大壮经常拿着影片威胁翠花 让她乖乖听话 不然就公开影片 就这样 翠花一次又一次的喝下了 回你人生汤 同时 她也不敢把这事告诉别人 至于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害怕 但幸运的是 警察很快就上门了 警察二柱子专门负责这个案件 原来大壮不讲信用 一边威胁翠花就范 一边把翠花的影片 传到网上 凭此赚钱 于是警察二柱子 就找到了翠花的妈妈 解释了一下翠花的悲惨遭遇 翠花的妈妈感觉天都要塌了 但幸运的是大快人心 大壮很快就被抓了 但这件事还是没有藏住 上了新闻头条 大批的新闻记者 像蝗虫一样冲上来 想要采访翠花 了解一下翠花的心情 最害怕的事发生了 翠花实在怕怕呀 这对她来说 不亚于一场恐怖故事 直接被整成了抑郁症 后来翠花在妈妈的安排下 搬家转学 还做了激光手术 把眼镜给摘了 成了一名老师 这样总可以重新开始了吧 就这样翠花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还找了个男朋友 马上就要谈婚论嫁了 然后就在这一天 翠花在加班的时候 喝了一杯同学 送她的昏迷型暖心饮料 然后熟悉的感觉 再次袭来她昏倒了 等翠花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了 就在翠花在洗手间洗脸的时候 发现自己手上 竟然有被绳子勒过的痕迹 她还收到一条匿名短信 小可爱 还记得我吗 她自称是毁人大魔王 还给翠花发来了 她昏迷之后的照片 并警告翠花 乖乖做她的傀儡 不然就把影片发上网 毁掉翠花的教师生涯 翠花是真的超级怕怕呀 毕竟自己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绝望之下 她找到了当年的警察 二柱子 希望二柱子能帮忙查一查 当年的变态恶魔大壮 究竟在哪 翠花怀疑 大壮很可能就是毁人大魔王 二柱子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 但丝毫不妨碍她的热心肠 她打电话给之前的同事 查找变态恶魔大壮的下落 另一边 毁人大魔王也开始出招了 她发信息 让翠花去厕所拍摄照片 去学校仓库 和久违的毁你人生汤 翠花当然忍受不了啊 直接把汤给砸了 接着就逃回了教室 然而就在她上课的时候 就收到了毁人大魔王的短信 竟敢不听我话 我要曝光你 接着全班同学就收到了 班上同学二华被调戏的照片 翠花一看 诶竟然不是自己的好开心哦 但是为什么是二华呢 翠花把二华就到小房间 说吧 不要害怕 我会帮助你 二华就说了 有个叫毁人大魔王的 给她发短信 让她去仓库 还说要给她送礼物 二华就傻傻的去了 然后就傻傻的喝了 人家的毁你人生汤 最后就收到了 自己被欺负的照片 二华也不敢报警 害怕呀 后来翠花通过打听 了解到二华之前 有个男朋友散住 后来分手了 不知道是不是被她报复 难道三华就是毁人大魔王 翠花决定跟踪三华 还发现自己那天喝下的 昏迷型暖心饮料 就是三华送的 三华还和一群不良少年 走进了KTV 难道又要伤害女学生吗 就在她看着争起劲的时候 竟然被发现了 翠花被吓得是赶紧逃跑 眼看就要被抓 男主角二华子跑了出来 原来二华子一直在暗地里 保护翠花 她还告诉翠花 毁人大魔王很可能 就是之前的大壮 出狱之后 她又被通缉了 这一次我一定帮你解决她 另外二卓子还坦白了一件事 当初翠花被记者围堵采访 竟然是二卓子把情报泄露出去的 就为了拿点外快 翠花很生气 她决定不再相信二卓子 你说说 你这个卓子坦白个洒劲 二卓子不想放弃 这一次她一定要帮到翠花 她从一个小会会口中得知 原来这群小会会 也是受毁人大魔王操控 负责拍摄受害者的影片 翠花的影片就是他们拍的 二卓子搞清楚之后 赶紧约翠花出来 告诉她 三卓也只是个傀儡 真正的大魔王并不是她 也就在这时候 翠花发现自己受欺负的照片 竟然又一次被发到了网上 毁人大魔王也发来了短信 知道害怕了吧 赶紧来学校仓库 不然我们就先收拾二华 原来二华又一次被他们抓了 这一次翠花可外冷静 她先发短信给二柱 然后来到学校仓库 喝下了回你人生汤 当她再次醒来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果然被绑了 让她意外的是 二华竟然完好无损的出现了 原来二华也是毁人大魔王的傀儡 一切都是骗局 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引诱翠花 乖乖听话拍影片 传到网上赚钱呀 这样他们就能分到大笔钱了 当一切真相大摆后 警察大军就赶来了 所有人通通被抓 再从他们身上追踪到了 毁人大魔王的所在地 然后赶去抓人 结果发现毁人大魔王 竟然只是一个黑客小孩子 在网络上发现了翠花之前的影片 竟然可以赚钱 于是他冒充当年的变态恶魔 如法炮制一发不可收拾 这样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当年的变态恶魔大壮 到底去哪了呢 原来当年出于后的大壮 受不了灵魂的口问 早就自杀了 看了这部电影 老杨这样说 遇到欺负的时候 妥协是没有用的 反抗也许会很痛苦 但不反抗注定更加痛苦 好了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 别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